嗨,大家好,我是Mr.Ryu,家里专业 现在我们来在迪达布拉拉四十楼店 这边是透明玻璃,这边可以做一个背景 拿双面布来隔,不是最便宜的方法 有些人拿来做准备的方式,把这边放在身体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最难做双面布 你看到吗,这个就是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布紧起来 改天,你要放这个颜色也是可以的 这边就可以放摆设瓶 这个是玻璃窗,放些摆设瓶就会看到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宽度330寸 整片布没有借口,可以慢慢看 这个布这么突然这么大,是没有借口的 一整片多的 这个就是,没有借口的防太阳布 然后我们隔空,隔空十九寸 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凉 所以不能做到吸力,所以就要一个隔空 看到吗,330寸的底部 我们拉穿涼布很顺畅 为什么我们拉穿涼布很顺畅呢 也没有借口,就是因为我们的穿涼布有一个Joy 可以看到铁路里的Joy 就算在宽的地方 里路也不会,卡住也不会 可以,分两段 窗帘布也是这样 这么宽,这么大 都可以,都没有借口 愿好的窗帘,请早讲的窗帘 谢谢 拿窗帘来做背景墙 是最精济 是最精济实惠的做法 我们的窗帘布这么大 也没有借口 我们的铝路就算这么宽 也拉到很顺畅的 这样的橱窗设计 但是,不仅仅省钱 而且要换色也比较容易 最重要的是 不仅墙后的东西 瞬间遮住了 这个就是佳美窗帘的Joy 就算铝路有接口 窗帘依然可以拉到很顺畅 虽然窗帘是隔空的 只要左右靠墙 就不会太遥 要不紧墙 要隔空间 记得找我 我是Mr.Liu 加美窗帘 0127-201500 0127-201500 我们样样有 我们处处去 谢谢